看来不幸的消息 艺人艾成今天上午在住家坠楼身亡 享年40岁 她的太太王瞳当时正在宜兰拍戏 得知消息之后立刻赶回卢州处理后事 下午在朋友的陪同之下到派出所 面对镜头她不发一语 深情非常的哀痛 而事发前几天 艾成也在脸书贴文 强调爱人是人事前最难的功课 甚至先前也曾经在教会分享 自己的人生不顺遂 从没有达到过顶峰 这里行间似乎也透露出 心里头有很大的压力 在亲友陪同下走出派出所 王瞳紧紧压着冒言 不让外界看到她脆弱的一面 全身不发抑郁 随后驱车前往了板桥殡仪馆 要见的就是丈夫艾成最后一面 马来西亚旗的艺人艾成 两天前还在脸书上 跟粉丝分享近况互动有说有笑 但在她心里深处 艾成其实并不好受 16号晚间艾成甚至状况不佳 无法跟妻子王瞳对话 王瞳虽然17号一早要前往宜兰拍戏 但找来好友关心艾成 没想到艾成不久后 竟发生的坠楼汉事享年40岁 10天前艾成也受邀到教会 分享人生经验 自豪很有音乐天分 不过字里行间也透露 似乎发展不顺 从没有到达过顶峰 而近期贴文除了7月 跟王瞳庆祝结婚两周年外 其他贴文也似乎反映了 艾成的心理状态 五天前曾说 想放弃追了半辈子的梦 还说要好好过每分每秒 不要想明天 两天前更说 艾是人世间最难的功课 显示心里承受了不少 说不出口的压力 大概都会提醒家人说 如果他突然有一天 突然变得好乐观 突然那么大的转变的时候 其实我们觉得 我们通常都会提醒家人说 这个状况其实是要更要小心 汉事发生后 艳艺圈以及教会好友 也全程陪在了王瞳身旁 安抚情绪 而艾成的美好歌声 停留在40岁的年纪 也会长存在亲友跟粉丝心中 记者新疆江江世奎 新北市报道